在乌克兰境外的一些相关动态 包括外交和军事 北约视讯峰会两个非会员国 芬兰和瑞典也都参加 俄罗斯不满地警告芬兰和瑞典说 如果试图加入北约 将会面临不利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北约在会后也宣布 首次启动快速反应部队 北约快速反应部队 有大约4万名军力 超过100架战机 超过120艘军舰 也常常进行联合演练 不过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表示 并不会动员全部的4万名军力 北约将会大幅地增加在 东欧的阁阻和防卫部署 强调是预防性的相称的 也不会让情势升级 在普京和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话之后 克里姆林宫表示 普京准备派代表到白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代表进行谈判 也已经告知乌克兰方面 会确保他们谈判代表的安全 不过乌克兰是希望能在华沙进行会谈 但是这个看起来 好像可以透过外交解决的进展 其实又透露出一点矛盾讯息 因为普京在电视演说中 嘲笑乌克兰政府 他说泽伦斯基政府是一群新纳粹和独虫 要乌克兰军人自己掌握权力 不要让家人成为乌克兰政府的人肉盾牌 普京这个说法也显示 他可能不是认真的要和乌克兰政府进行和平对话 那么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全面入侵 乌克兰人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留下来对抗 一个就是到安全的地方 那么乌克兰铁路公司宣布从基辅加开特别的撤离专车 到乌克兰的西部城市 总共可以搭载1万人离开 联合国难民书表示 过去48小时有超过5万名乌克兰人离开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国内情势则是加强讯息控管 昨天看到有反战示威人士被捕 今天俄罗斯说 因为脸书限制四个俄罗斯国营媒体的账号 是违反了基本人权和自由 所以俄罗斯将会限制脸书的部分内容 要知道脸书是俄罗斯异议人士使用的一个主要平台 官方这个行动当然就是为了限制国内的反战声音 那么其他还有波兰和捷克对俄罗斯航空关闭领空 福斯汽车在德国两间电动车厂受到战火影响 暂停生产因为这两间车厂的零件是来自乌克兰 那么现在的时间乌克兰是凌晨 俄罗斯军队逼近基辅 接下来几小时到几天 也是基辅能不能守住的关键 不过西方媒体都是认为 基辅沦陷的机会相当的大 主播